十中介 以名池的山水美景为舞台 融合音乐 武术与艺术表演 给你视觉 听觉 双响宴 沿途还能赏童话 夜放萤火虫 4月15到24期间限定 表演门票 自由行 主题旅程 尽在雄狮 快搜寻雄狮名池 侯士奇不得不推荐 香醇浓郁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受满去成长天使绵羊乳片 选用纽西兰绵羊奶 好吸收营养糕 没有阳腥味 低脂高钙 浓浓奶香 小小一个 帮你补充钙质 蛋白质与维生素 4月5号前 受满去成长天使绵羊乳片 卖卢卡蜂蜜 蓝莓 奇异果 三种口味 限时优惠五九折 只要1560元 立即上毫无市集 0223621968 呆 小心车 阿拉 小黄猫交通安全计划都有叫 过马路 要停 看 听 全家与静涓基金会合作小黄猫交通安全计划 教导孩童交通安全 6月28号前 可到全家投下爱心灵权捐 获得全家动漫宝卡卡小黄猫供应包 每包莲花食品会捐出五元 支持交通安全教育哦 做供应 全家与您实时在一起 老公 你每天上班都好有朝气 是升官还是加薪啊 公司最近搬到士林创富总部 天天眺望淡水河 阳明山 景观超级棒 上班向度假 老板说啊 订单大增 绩效更高 有考虑下个月再加薪哦 好啦 快度假去 别迟到了 记得晚上回来拖地哦 知道啦 士林创富总部支付专线 02-281-15533 281-15533 德华行修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大家也关注一个社会新闻 这是河硕的前副总 不是去爬满月圆吗 这个满月圆照来讲是一个 蛮清明的登山步道 各位如果去爬过这个山峡满月圆的话 你会发现其他那个步道是很好走 而且就是经过一个瀑布一个瀑布 这样的一个步道 因为我个人蛮喜欢爬山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当然第一个遗憾 因为这个蔡副总 蔡副总裁 这个前河硕的师生副总 今天人已经找到了 但是已经是过世掉了 他在26号独自往这个满月圆山区登山 就失联了 结果他家人就报案 而且他女儿在网路上就 重金悬赏一百万找人 所以说这个新闻就 因此因为这个重金的关系 就变得大家都在注目 那消防局经过三天搜救 今天上午11点 这个消防员在双溪内山巡获了遗体 那现在目前推测原因是什么呢 推测第一个可能是对路径不熟 他经过岔路的时候 选择另外一条路 而且当时又下雨 所以推测跟路不熟 还有下雨滑倒 滑下山壁有关 其实我也蛮注意这些山难的消息 因为我们都会关注这些事情 其实我看到这个山难 第一个最主要 第一个都独攀了 就是一个人去登山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登山 是有一定的风险 危险性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您不是登山高手 没有很有把握的话 最好还是结伴了 不要一个人独攀 第二个呢 就是路径不熟 第三个呢 就是天后的关系 因为天后变化很大 山区的天后变化的非常大 比如我举一个台北近郊的山 这个七星山主峰好了 如果天后没有 就爬过七星山主峰 你就知道 其实七星山主峰 不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 如果说一般有这个爬山的人 有一定的条件的话 都可以登顶的 那登顶之后 你会发现 在山下看山上 一片蓝天白云 但你到山上的话 狂风暴雨 那真的是变化非常大 就是说在山下跟山上 两个完全极端的不同的气候 这个是我爬七星山的一个经验 其实七星山这样子 这个不到百月的一个条件 都是气候变化很快 更何况是那种 3000公尺以上的百月 或者说 如果你路径不熟 准备不充分的话 功课没有做多的话 其实独攀是蛮危险的 这个是一个 今天的新闻 另外呢 这个疫情的部分 陈时中今天说了 他在下午到基隆去 因为基隆现在目前的疫情 有整个扩散的情况 他说呢 要在基隆广发快筛事剂 由市政府规划怎么发 怎么回报 要教大家怎么弄 他说中央跟地方 要发展出所谓的 听清楚 普筛的基隆模式 希望这种普筛的基隆模式 能围堵住基隆这波疫情 如果呢 未来解封的时候 社区有疫情发生的时候 这个基隆模式啊 就可以建立起来 这个未来防疫的 这种准备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叫做普筛的基隆模式 听众朋友 您听得懂吗 我个人是听不太懂 什么叫做普筛的基隆模式 你现在都已经 疫情都已经扩散出去了 那这个普筛 也只是事后的亡羊补牢出去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湾不一开始就普筛呢 如果你真的是要清零的话 为什么不普筛呢 这个就是我的疑问嘛 不管啊 反正这个疫情 今年已经五十几例了 昨天三十几例 礼拜天八十几例 看起来是真的在增温了 所以大家可能自己也要稍微注意 那疫情会不会影响到股市呢 看起来好像不会 那什么才会影响股市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 群一齐或林志斌分析师 志斌你好 莫阿高王安 好 那今天是周三 周全结算嘛 这个结算是一个拉高行情 拉了两百点上去 后面还会再继续拉吗 这波反弹怎么会这么强劲呢 你们在业界看到底 背后的动力推力是什么 因为这一波从昨天晚上开始 当然从国际消息这边 就是二屋这边的谈判 是有一些好的结果上来 所以夜盘的涨势 就会比较相对的 拉台效果比较长 但是今天如果你端看日盘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像昨天夜盘那么强势 昨天夜盘是一路的向上拉 所以整体涨幅就是昨天夜盘呈现的 今天是一个开高之后 杀低尾盘再拉上来 而且最后拉的时间点 其实蛮诡异的 是十二点的时候拉台的 因为并不像所谓的一般 我们看周结算 要嘛就一大早就开始拉 要嘛就是一点之后才开始动作 他就在十二点这个时间做布局 当然今天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因为台币会加这边回来了 因为台币会加 因为之前大家担心说 因为无二战争这边的延伸 可能台湾这边执行 先撤掉一点点 那现在那边有点淡化掉了之后 就开始又把资金回来了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整体延续拉台效应 那接下来大家要观察就是什么 观察当然就是 刚才穆浩哥提到一个点就是疫情 那疫情如果假设接下来每一天都是在一百人以下 那整体市场上行情影响不大 因为大家还是会觉得那种清零的概念还是存在 但是如果某一天突然增加到一百人以上 你就会看到市场上的恐龙又会拉伸 因为大家会想到那一次相对封城的那一次 应该不会哦 只有假日会到一百人 对 假日可能就不会了 对对对 有那种可能性 因为就是整个市场上在做一件事情 在做一件就是慢慢的让大家习惯这样的状态 而让整个市场 整个台湾有点回复到 即将走向开放的感觉 要不然你如果一直要这个市场上维持清零的状态的话 那可能接下来会没完没了 因为它会一直封下去 那这种状态可能也不是就是回复正常生活所必要的动作 对 我觉得类似像这样 所以接下来你要注意的事项就是 到底会不会看到增加一百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看台币会加 会不会再继续走升值 因为从过去这段时间 台股比较难以操作 就是还带回震荡的盘局的时候 台币是一直走扁 而且外资在一直汇出 然后到现在这个时候是第一天的反转开始升值 接下来会不会延续升值 就会带动指数做一个拉抬的效果 要不然以目前刚好来到一万七千七百点 这个相对 如果你把它看到压力点的位阶的话 今天连续两次上攻都失败 那在这个位阶如果能够就是快速的突破的话 可能整个行情才会延续 要不然就会在这边因为整个廉价的效应开始出现了 廉价效应大家会相对的保守的话 就会让这个行情很温吞 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玩了 对啊 好 我看到我们的听友在留言板上有留言 说没有必要再塞了 现在正好开始习惯跟病毒共处 疫苗接连打了这个三世纪 打好打满 在看上海封城的状况 还不觉醒吗 我觉得这个听友的这个留言 我觉得符合我的心声 其实你现在塞有什么用 对啊 其实没有 你塞出一堆人是怎样呢 你能封住这个病毒吗 因为塞就能封住吗 塞不是能封住病毒吗 更何况讲实在的 你现在整个已经扩散出去 你根本无法溯源 你去什么几条传播链什么 那个都不用再讲了啦 你怎么去追溯吗 你现在这个疫情的部分 我请问你 你现在那个什么QR控 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有用吗 根本就是没有太多用处的 对 一个百货公司 一天进去有多少人 上千人 几千人 你全部每个人都要抓出来 叫他那个居家隔离吗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 因为 是不是 对啊 这不太可能啦 所以他们大致上 都有要朝向这个 就是方向去了啦 就是让他回复到正常生活 那回复正常就说嘛 就公开讲了嘛 就我们现在又 就是又逐渐放弃清零 这样这种话不能讲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因为这真的 因为就是看到一张图居 就蛮好笑 就是人家明明香港 是一天两万人 然后韩国是一天大概六十几万人 台湾只有六十几人 结果三张图摆在一起 感觉就什么 好像很恐慌的样子 就会觉得这种状态 是不是 就是大家要慢慢的去 适应这种情况 因为其实各国 并没有那么大的 强力封城的状况了 对啊 那台湾如果要持续封城 是不是接下来 就会影响到 这个整个商业活动的部分 因为毕竟台湾都还是一些 比较属于潜叠型的市场 很多需要 就是有些生意 还不是毕竟要人 人对人的一个沟通交流 如果你一直让他 没有办法去达到 这个所谓商业行为的话 是不是厂线来讲会受影响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没病死早就饿死了 对对对 有点类似像 真的是这样子啊 我讲实在 大陆现在目前 虽然说他的这个政策 还是清零政策 但他封城已经软性半封城了 对对对 他也不是像去年前那样 那个风的密不透风 然后完全是个滴水不漏 对对对 连大陆都已经在改 慢慢在逐步 逐步的慢慢在改变 调整政策了 台湾讲实在真的 早就应该要向现实屈服了 对而且就要慢慢考期末考了 因为不该就是一直 好像期望去做一个清零的状态 好那现阶段的操作策略 如果说这个季线是一个 重大反压的话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再加上有四天的廉价 这四天的廉价我会建议 就是整个如果在这个位阶 它季线的这个地方 这两天可能还是可以相对的 比较做多方布局 但是到就是清零前一天 你可以去做一些选择权的 摆扑的 尤其目前波动率相对比较低 波动率相对来讲 属于最近期20天的相对低位 所以你在这时候去买 put会相对的比较便宜 那去经过这几天的假期 如果这几天因为廉价的关系 可能有出现一些疫情的升温状况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利用这个选择权来进行保物 那现股的部分因为刚回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在现在所谓持股买进的 我觉得反而就不用太过太倒的去做一个出托 去买put来做避险就好了 对对对 要不然你出托下来 你可能回来 如果假设行情又去往上奔 你整个就会追价会不及的 这种关系就会产生了 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并没有太多的风险因子存在了 因为大部分的行情都已经 价格都已经反映了 因为你不管是危机或者升息的状况 大家预期升息都到5月2码了 并没有更多的风险因子 6月甚至有人预期3码了 6月预期3码我觉得有点过早了 大部分都是2码了 对对对对这个3码我觉得有点过头了 但是大致上大家都还是在看 4月的CPI 5月的CPI 到底出来的数据会是怎样 才会定定义说6月是不是要升到3码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3码会让市场上恐慌 所以我觉得不会那么的过激 而且Power本身也不会讲那么多 4月的宜兰特别精彩 雄生旅游邀你到名池森林游乐区 由荣获葛来美奖 金石奖肯定的十股级乐团 为你带来全新制作 十中介 以名池的山水美景为舞台 融合音乐 武术与艺术表演 给你视觉 听觉 双响宴 沿途还能赏童话 夜放萤火虫 4月15到24期间限定 表演门票 自由行 主题旅程 竟在雄狮 快搜寻雄狮名池 后基金在哪里 都在统一投信 荣获九项指标基金奖 统一黑马 统一强悍 定期定额 一级棒 统一奔腾 统一大 OK了 哈喽 大家好 有爬山经验吗 喜不喜欢爬山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嗯 廉价我要去爬山了 呵呵呵 去个两天一夜的 附近的百岳走走 台湾现在登山风气 真的非常的盛行 哇 你看到那个山屋啊 要抽签都是抽不到的 呃 本来廉价要去爬雪山啊 结果雪山的那个山屋啊 呵呵 基本上那个后补的 都是五六百人啊 后补五六百人 那就算了 呵呵 怎么抽啊 最后一档 好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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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假好像天气不好 对啊 天气不好 因为七星山跑跑算了 呵呵呵 呵呵 就是台北天气也不好啊 平地天气都不好啊 深放天气哪位好啊 对啊 所以啊 天气不好啊 给了 soap заяв 我最近观察到一些现象噢 跟我们听众朋友在最后一段 这个直播致竖的时间来分享 这个关系到这个整个 现在目前的投资策略 以及呢整个经济的 可能的一些蛛丝马迹 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 也听听大家意见 大家交流一下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下游啊 电子下游的杂音是越来越大 所谓杂音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库存的增加 库存的累积 包括呢 你可以看到像笔电的部分 Notebook的部分 还有呢PC的部分 都有投资机构认为说 今年呢市场会明显的趋缓 这个市场去年就已经预期了 但是呢似乎在这个当口上面 看到那个 看起来这个未来的展望 更加稍微比先前的预期 还要再悲观一点 这个是在终端的 这个笔电啊 或是说PC的部分 另外呢 最近联发科股价下跌 而且将近快要跌破90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手机的 晶片库存 这个大陆的手机卖的并不是太好 所以说这个晶片库存的问题 使得呢研究机构也下调了 联发科的这个目标价嘛 那这个也看出来就是说 在5G的部分 在整个消费动能上面 似乎也是比较弱一点 以及呢刚才有谈到说 这个稳帽法说会PA的部分 那PA当然就跟这个手机 是有绝对的关系了 还有呢就苹果砍单 苹果砍掉iPhone SE的这个订单 既说是砍了20% 另外也砍了这个AirPods 所以说你从这一些讯息来看 那在对照最近这个盘面上面 你会发现像是电子五哥啦 广达啦 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比较弱势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这个PA相关的 像稳帽股价 这个已经是持续破底 而且是持续大跌的 那你要看到就是说像组装厂的部分呢 股价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以及呢大力光持续的这个重挫 这个从年初去年底的2700块 居然说这一波可以跌到 这个1900都跌破了 你会发现 这个终端零组件的部分 面板的价格还在持续修正 终端零组件的部分 确实是不是那么好 这个是很明显一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说消费整体面向是在趋缓 经济会不会衰退 殖利率曲线倒挂 是不是扭曲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未来持续要升息下去 以及呢 基期相关的因素 今年的年终到下半年 甚至或到明年 整个消费力道 或者说经济增长的力道 趋弱 这是应该可以预见的 那你可以看到消费力道 为什么会趋弱呢 因为现在目前的物价太高了嘛 这个基本需求的部分呢 是排挤到额外需求了 我们一般在讲说 所谓基本需求 就是柴米油原酱醋茶这些东西了 刚刚谈到说油价那么贵 你还是得上路啊 为什么你不开车 你没工作啊 你不出门 你没工作啊 你没收入啊 所以说尽管说交通费用贵 但是你还是得开车啊 你还是得这个加油啊 但你可能吃就吃省一点了 对不对 你可能以前一餐一百两百块 你可能现在缩减到一百五十块 补贴一下这个型的费用的支出 那另外呢 其他东西这个非常昂贵的 你可能就不买了 比如说那个所谓额外需求的部分 本来要换手机了就不换了 这些东西就会被这个高物价给排挤掉 虽然说企业有在加薪 那企业加薪的这个幅度跟速度 赶不上物价的这个上升的速度 那你实际心事还是倒退嘛 美国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但企业一加薪 是不是企业成本上升 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EPS呢 这是肯定的 因为一般来讲企业人力成本 占整个他的支出成本是很major的 尤其是美国的部分 医疗的费用在上升 各种费用在上升 那这个都会去排挤到消费 所以消费走弱 这个跟高通膨高物价是有关系的 也跟这个资金成本持续上升 利率要走高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认为消费走弱 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所以在这种趋势之下 大家在操作上面 我个人是觉得你可能就要去避开 下游终端产品这一块 下游终端产品就会变的是 相对首先会 受受受受害的 那至于说 中上游的部分就会还好一点 那另外呢 你会发现最近的这个市场 也非常明显的出现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在原物料族群部分 跟这个科技族群部分 不管在美股或台股 它都形成是一个对抗的形式 那原物料族群呢 它最主要就是以油价为首 只要油价走高 那原物料族群呢 它就生龙活虎 这个活蹦乱跳 那另外呢 如果油价是大跌的话呢 科技股就是活蹦乱跳 生龙活虎 这个道理其实跟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消费在走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嘛 它往往就看这个所谓的 这个成长力道嘛 那这个如果通货膨胀 油价带领这个通膨走高的话 因为你说啊 这个油 油现在占生活支出的比重 也许没有这个1980年代 1970年代来的这么重要 这么关键 但是事实上 它还是一个所有原物料的龙头 它还是有具备 具备价格的一个指标性 那它的走高呢 相对它就会挤压到 这个所谓的科技未来的一个 获利的情况 或者说呢 它们的本益比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 我形容了这个冰与火之歌 股市现在目前有一个 所谓冰与火之歌 不是说哪个是冰 哪个是火 没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呈现两个 很对抗的一个形态 所以资金呢 就会在这个原物料族群 跟科技族群里面 游来游去流走 另外呢 股市跟债市也是形成 这个冰与火之歌 这个债券价格呢 持续下跌 值率走高呢 发现科技股就一直在上涨 等到科技股 美股涨不太动了 你会发现 这个殖利率呢 开始又开始在压回 比如说像昨天 这个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虽然说一度跟两年期 呈现了倒挂 但是呢 它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是下跌的 中场是收在2.4左右 它是比前一天 一度突破了2.5 它是明显的这个有 有往下掉 代表资金又重新回到债市 那资金重新回到债市 是不是代表股市 已经涨到一定的这个相对的高点呢 这个可能性就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股债之间的一个悄悄板呢 在这一个时间点上 尤其是过去两周来特别明显 形成了这个资金互相流动的一个 兵与火之歌 那原物料行情呢 跟股市科技股之间呢 又形成这样一个状况 比如以台股来讲嘛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台肥 跌了半根跌停板 东减 今天是收跌停 而且东减跟台肥一开盘就是重挫 那为什么东减跟台肥 这两档先前这么强势的股票 今天一开盘会重挫 甚至东减收到跌停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油价下来了嘛 油价下来再加上呢 这个乌尔战争趋缓 这个战争的气氛 跟和谈的一个进行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释出了 这个假肥的战略库存 那这些利空因素呢 就使得这个原物料的这个行情啊 被被被泼了冷水了 所以钢铁股这两天也比较弱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今天中场之后呢 钢铁股开始在转强了 那你有没有去观察到 今天油价确实出现了一个 上涨的一个态势 现在目前美油跟不油呢 都涨了将近两趴 油价又上来了 似乎钢铁股的机会又出现了 但今天很多开高拉高的电子股 反而是下去了 资金是不是在中场 开始从一些热门的电子 转进到钢铁原物料呢 乃至于说下下礼拜 是不是又回到原物料行情去呢 这个可能性又出现了 所以今年呢 我个人倒是觉得 我们要去善于观察 这种趋势跟方向 在这个两大族群内呢 找到自己一个操作的策略跟重心 这是我观察出来 至于说这个盘式的部分 我觉得上去不要太乐观 这个因为往一万八那个地方 甚至更高的地方走 它其实有一个蛮高的高档风险 但是呢 往一万七甚至往下走呢 似乎这个前波低点两只脚 这个地方也确实是有买盘 在强力支撑的 所以区间行情可能是今年 现在目前看到了一个 大体上的一个方向 那至于说这个区间行情 会不会被破坏掉 那非常有可能 我们就要去观察一下 这个美国四月 五月六月升息之后 乃至于可能五月也要 五月要QT 或是六月要QT 甚至有人讲说 七月要缩表 这反正缩表大概就是三个月时间吧 缩表加升息 对于美国股市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是不是会使得美股呢 出现了一个所谓 跌破前波低点的状况 那这就是后面 我们看整个市场在 联总会货币紧缩下面 市场的反应 此外呢 当然后面最关键的 还是要去看 这个美国持续的这个经济表现 以及更重要的 我认为就是企业获利的情况 那这些都会是 今年下半年 关注市场的一些重要资讯跟看法 原则上呢 先先以这个区间看待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正正健康的心态 换言之 当大家都在底下化修 非常热观的时候 你就不用太太太跟了一头热 当大家都比较悲观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不用过度恐慌 我觉得这个是今年 以现在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构面来看 用这样的心态 可能会面对市场会比较健康一点 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